我们就要立刻来掌握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才刚刚离开台湾不到两个礼拜 就在昨天晚上又有五名的美国的参众议院的议员来到了台湾 今天也跟总统蔡英文会晤并且有拜会立法院 让外界有些担心会不会有引发了共军的军事行动呢 很多专家就说了 从8月初的中国大陆军演加以分析 认为我国必须要提升战略才可以做改变 另外也必须要提升我国的舰艇防御能力 而防空飞弹也很重要 而这次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为了要反制美国的参众议院访台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美国专机缓缓降落机场 继美中议院驿着佩洛西访台12天后 14号晚间再度由美国访团来台 这回来访名单包含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带领两党议员 15号上午觐见总统蔡英文 并拜访立法院 中午则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验 我们有个主要的必须 做什么我们可以 避免一个不必要的争议 台湾已经证明了 很厉害的阻力 和担心 在担心时期 直至台海紧张情势升高之际 刚好美国航母雷根号近日再次南下 却出现在我移动海域 共军也宣布8月15到21号 将在渤海北部执行军演 陪洛西来台之后 对于台海的安全 我们现在还继续这样 好像又听到了中共 他们在渤海要开始军演 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战机 在我们的台海的上方 面对前阵子大陆军演 甚至逼近我领海领空 有专家警告机动机左英舰 电战系统老舅 恐怕无法反制共军先进反舰飞弹 你看中共来的其实也是所谓的战马型的舰艇 就是执行这个作战任务之外 也可以执行一般的任务 飞弹危险的关系 我们可能未来的取代机动舰的下一代舰艇 也许会需要有这个弹道飞弹的侦测 甚至防御能力的 那需要有垂直发射系统 也有专家提醒 未来防空飞弹甚至防御能力 都是重要目标 不只是政军中枢 像大台北地区发电厂 那个弹药库军用机场发动攻击 目前这个国产的天宫三行 它的那个为了备弹数量 是不是处于应付未来的攻击 美国访团再来台 大陆是否会有新动作 国军严密监控 也加强战备守护家园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我们立刻来看到 中国大陆东部战区有宣布 从15号开始会在台湾的周边的空域组织 多兵种的这个联合战备远巡 节日今天下午点钟为止 国防部有征获了共军的军机 CN10架 其中15架已经飞越海峡中线 而其中呢 共军的军舰还有5艘 另外是这个国防部有表示说 国军也会运用任务的机舰 还有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 并对中国大陆破坏区域和平 稳定表达谴责 将会沉着以对捍卫国家安全 这是最新的消息 提供给您的参考了 另外我们来掌握的是 共军在今天下午释出名为 东部战区飞行员俯瞰 澎湖列岛的最新影片画面当中 共军的军机不仅展示了各类军机 甚至镜头还不断刻意的故意拉近 要对准澎湖列岛恐吓意味非常浓厚 共军表示这次的演讯就是针对台美而来 因为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 因为北京日前才因为裴洛西访台 对台美祭出了各种警告跟制裁 没有想到时隔12天 美国有参众议院的帅团来到台湾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和东部战区就同步发表抗议声明 那么继续来掌握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台办犯人 马小光在今天针对美国参议员马基率团访问台湾 他表示是美国不仅违背了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蓄意破坏台海稳定还增添一粒以外 这种的行为是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所以中国大陆对此坚决反对 这是最新的消息 今天是印度独立75周年 那么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就发表了 长达75分钟的演说 他说这个在丽莎25年内呢 已经成为已开发国家的志愿 尽管很多专家认为说 印度游泳14亿人口确实有望在2050年 成为仅次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第三大世界体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贫穷宗教对立 还有种姓制度跟妇女的安全 都还是印度政府要面临的难题 而这两个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在我的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 如果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在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那你会成为国家的国家 根据报道 世界银行目前将印度 列为中低所得经济体 不过作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印度明年三月底的经济成长率 渴望预期会超过7% 将成长是最快速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平民 另外还有这个总统 这个莫迪总理 还也认为说要卯足全力 替人口创造就业机会 才可以达成立下的承诺 在泰国跟缅甸边近有一条 日军二战时期修建的死亡铁路 在修建的期间 盟军政府和亚洲各国劳工 被迫忍受饥饿疾病 还有残酷虐待 日以继夜地在当地施工 这条铁路也被称为是 地狱之火通道 继续来看看 这一条泰国极富知名的观光道路 这个铁路是泰免死亡铁路 也被称为白骨铺成的地狱 这条全球死亡率最高的铁路 在二战期间 这日本为了要打通路路补给的通道 强征37万的战俘跟劳工 在这个边境修筑了一条 长约415公里的道路 铁路 而过劳跟恶劣环境导致 有10.6万人不幸丧生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我们要给你炎钱 谢谢观看